昨天晚上西方七个集团 纠集在一起 就目前的 台海局势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声明 这个声明 中方坚决地反对 因为 它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公然为侵权者来张目 反而向 维权者来施加压力 公理何在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何在 如果让这种 强调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 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都会受到 严重的损害 所以 中国 坚决地拒绝这个声明 中国维护的是 中国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的是 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 同时也是在维护大多数国家的 共同利益 因为不干涉内政 这是维护我们 这个世界和平稳定的最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不能让丛林法则 重新来主导我们的 国与国的关系 我相信 这个所谓的 极其声明 只是废纸一张 绝对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响应 而我们看到的是 一百多个国家已经站出来 表明上他们的态度 坚持一个中国 支持中国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 侵犯中国的 主权 我们看到 美后国 也做出了表态 古德雷斯秘书长 以及他的发言人 相继表示 美后国会继续坚持 2758号决议 2758号决议的核心 就是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相信 这才是我们国际社会的 真正的 共同的声音 谢谢